参与我们的这个讲故事节目 我是希望我们后面坐后面的人可以前到前面来坐 我看OK 过后可能观众我们的来宾就坐这些椅子了 OK那我就开始了 很高兴能请你们都来这里 那这个项目呢是由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他们主办的 然后是跟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还有Anglican圣工会社区服务合作 所以很丰富 然后我们的乐龄人士都预备好了 很高兴你们来 那我是讲故事人 我叫黄瑞燕 我也是他们的老师 那什么是讲故事 就是口语上的讲故事 那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会喝茶饮茶 那我们有茶道茶艺 讲故事也是一门艺术 那口头上讲故事其实是一个传统 跟茶艺一样是个传统 是讲故事人还有听者之间一个古老和亲密的传统 那讲故事呢 可以讲民间故事 也可以讲我们人生的一些故事 今天我们的乐龄人士 他们会讲他们的自我 很丰富的自我 那我们观众我们需要 听 我们这个中国 我们华文字的听是很特别 有耳朵 我们需要用耳朵来听 我们也要用眼睛来听 所以当我们的乐龄人士出来的时候 请你们用眼睛来听他们讲故事 然后我们也要用心 专心的听他们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字啊 对啊 所以就好像我们对待王 我们要这样的同样的对待他们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或者你们小时候 你们一牙一乌鸦的讲几句话 父母亲都会 哇 非常的注意听 那现在我们的长辈来这里 他们讲故事 我们作为晚辈的 我们也洗耳共听 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第一位 那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轮 大家早上好 我叫林美美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 是我外婆的教会 但是呢 因为我现在好紧张 所以我怕我讲的不好 希望你们会多多包容 谢谢 由于我妈妈在她27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那时才是4岁 然后从此就是 我们四兄弟姐妹 由外婆带大 外婆教导的价值观 有很多 包括 大人要有礼貌 要厚道 兄弟姐妹也要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 还有呢 要包容 有包容的心 人 还有就是 重要的是 她要我们 我跟妹妹 要有 女人的 那个相夫造子的 美德 从小呢 外婆就教我 做家务 洗衣啊 还有 也是缝衣啊 还有就是 煮饭 炒菜 当外婆在煮的时候呢 我就会拿张椅子 在旁边 关着外婆煮 印象最深的 就是 每逢 过节 过年过节的时候 外婆会准备 薄鲜皮 和薄鲜的 馅料 那时我只有 八九岁 我就会 用 刀子 把 馅料 切得又细 又薄 连我阿姨也做不到 一直到现在 我才领悟到 我 知所 能把我的家庭 照顾得 这么好 还把我三个孩子 带大 读完他们的大学 全部都是从我 外婆的 教导 谢谢 早上早 好 Good morning 我是冯清华 今天我要讲的是 我的邻居 我小时候 我们是六人住 六个人住一个房间 我的邻居也是 七个人住一个房间 我的邻居是一个寡妇 她有五个孩子 跟一个业务 看 要照顾 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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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happy 我的 因为每次过年的时候 她会带我们去游 去 玩 她还租了一个 一两 mini van 带我们 全九个小孩子 去玩 假假 holiday的时候 她就会带我们 九个孩子 去 hopper villa 还是 去 potenical garden 还是去 library streaming 我爸爸 爸爸妈妈就很放心 因为他们早上去做工 到晚上才回来 我的 neighbor 就像我的妈妈这样 她对我们好像她的孩子一样 谢谢 大家早上好 好 我是林秀鸿 我是从中国来的 我可能讲的花鱼 你们很多人都听不懂 抱歉 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对新加坡的生活很不习惯 我们中国物质高高的 这个一天楼很高了 刚来 爱乌屋顶都 也在头顶上面 大里头一下都会顶到上面去了 那吃的我也是很不习惯 我那个猪肉鸡肉都没有味道 好像我们中国的很甜 猪都不习惯 吃都不习惯 这样子哭死我了 那我整天吃晚饭就跑出去了 出去外面走走 吃的猪肉鸡肉我吃不下 真的吃不下 我就想我买油吃肉是不行的 我就拿去炖它了 拿去腌制了 腌了抓了抓了拿去炸炸了 哇好吃 那有一次我接人带我去 你们马城那边 以前的马城那边 一些宅院宅院那边 去逛 逛了 还有我逛到后面有一个卖榴莲的 还有我快点拉一个 只在 我要去我门在那里 我门在那里 这样我都找不到门出去都是玻璃了 真的很好笑 后来要是他们买榴莲回去 我几天不敢去炖那个冰箱 我跑外面去吃了 这里不足了 后来有一天我接人买榴莲回去 叫我说妈妈你尝一口一口就好 一口了 哎呦 你要怎么一口一口 我是小小狗 之前就这么臭意不见了 好闲啊 现在我买 经常都行吃榴莲 这就是我的公司来新加坡的生活习馆 谢谢大家 大家早上好 我是书凤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从一公一山的毅力故事 让我联想到 我小时候学写毛笔字的情形 那时候是四年级 要开始学毛笔字了 老师先讲解毛笔字是怎么写的 教导我们怎么拿笔 怎么提笔 以及下笔 之后呢 他就轮流到每一个同学那里 抓住每一个同学的手 来念字写字 当他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问老师 老师我可以用左手吗 老师说不可以 老师没有说 为什么不可以 就抓住我的右手 就这样一笔一笔的写下去 当时我可惨了 心里非常的紧张 就把笔抓得更紧 手就更加的酸痛 想换手 又怕老师骂 没有办法了 忍着咯 就一笔一笔的写下去 就这样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月 两个月 终于在几个月后 我就念成了 从这个事情里面 我也明白到 老师为什么不要 要我用右手 因为华文字是 从左到右的笔画 如果用左手的话 那笔画就不顺了 而且还会沾到墨 也让我明白 在那个时候 年纪小小的时候 就明白到 什么是 是不可能的事 是还是可能的 谢谢大家 现在我要介绍一位朋友 林来喜 我们会以对话的方式 来讲说他的故事 谢谢 谢谢 你能讲什么 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认识 来喜 想知道一下 你有几个孩子 三个 三个 几个男的 几个女的 一个男的 两个女的 那时候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很长 很长 老公去室 又三个孩子 我一个人照顾 又要 我要给他们吃 也要照顾他 没办法 寄灵机 隔壁灵机 就他看 我去做工 做不久 我就想去加巴士 加巴士比较容易 我去加巴士 我就去加巴士 加了久而久之 眼睛累了 又睡又睡这样 因为网上睡不够 又起来泡奶 所以我就放 装备器 他就说不可以 我说 我南瓜 你要负责吗 我睡不够吗 不可以放 我南瓜 你要负责吗 他说 這樣給我換了 我就換摩拉丁 就這樣算了 就坐下去 這樣你除了加巴士之後 還有什麼工作嗎 還有去送貨 加Bank 送貨員 一個閘火店送貨的 這樣就沒有了 後來就自己討個 lesson 買吃的 你賣什麼 賣拉丁 拉丁 肉麵 一定是很好吃 在歐蘭園那邊 在歐蘭園 現在沒有了 那你三個孩子有去受教育嗎 全部有教育 大的讀到中士 他不讀 叫他讀 他不讀 兩個女的讀大學 一個去澳洲 一個在新加坡讀大學 那真好 小的去澳洲讀大學 謝謝來洗的分享 她真是一位偉大的媽媽 來了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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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我姓文 叫寶瑩 今天我要講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意志力的力量 2000年 200年 我的丈夫患了一種疾病 甲妝腺 甲妝腺不是癌症 她也不會馬上拿掉我們的生命 她只是會影響我們的眼睛 吐出來 或者是緊像膨脹 可是我的丈夫的情況 是影響她的心臟 跳動的很不規則 她有時候跳得特別的快 有時候慢得好像她已經不動了 我的家公 她的父親就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 當時的我 孩子還很小 我很懼怕 我就想三個孩子的前途和學業 身為家庭主婦的我 決定走出廚房 為孩子做準備 當時我們就決定開了一間小小間的文具店 開始不容易 就虧了好幾個月的錢 那時我想為了三個孩子不能退後向前走 漸漸的一年後 我們的生意上了軌道 丈夫的病也慢慢的轉好 三年後兒子要求讀醫科 醫科的費用特別大 我們開了第二間 五年後 孩子長大了 要求各自的房間 我們就買了第二間的房子 這一切一切 一步走來感謝上帝的恩典 賜給我三個孩子 他們就是 動力的來源 那就是 一致力的力量 謝謝 Pati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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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好 我是林靜音 我的故事是一位賣紙巾的老婆婆 我曾經去 我經常去東馬路購物中心買東西 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 在紅玲燈那邊賣紙巾 她每天風雨不改 在那邊賣紙巾 經過的行人都會支持她 買她的紙巾 支付她的生活費 我看到她 臉上黑皮皺紋 從她臉上看到她 經歷過歷史創傷 我有買麵包給她 她滿臉笑容 她跟我說謝謝 從她看她 她的樂觀勇敢鼓勵到 我也樂觀向上 謝謝大家 大家早上好 我是鄭曬琼 我今天要講的是七位中心的顧客 我從小就生長在炸貨店裡 在眾多的顧客中 令我最難忘的是一位馬來顧客 她是一名顏丁 替一家洋人在她的洋房的花園裡 打理他們的花草樹木 她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 只留下一個孩子和她一起生活 她是我父親最早的顧客 在我父親開市營業的那時候起 她就一直跟我們光顧 但是她並不是住在我們店的附近 而是要開 而是要坐車過來的 所以她每個月就只來一次 買去了她的家庭的 一個月的家庭的用品 然後就招了德士把貨物載回去 有一天我看到一輛德士停在馬路邊 然後因為店和馬路是跟我們的店 資格做一條相當寬的水溝 還有一段五角漆 所以她下了德士跪了下來 用雙手雙腳就爬過了那個水溝上的石板橋 然後又爬過了五角漆來到我們店裡 財魂之下才知道她被車撞傷了 導致她行動不變 即便如此她還是來我們的店裡光顧 這位馬來同胞的舉動深深地感動了我 我感受到她與我們之間的交情 已經超越了顧客跟雇主之間的關係 雖然她已經離開我們很多年 但是她爬行的身影 宇宙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裡 謝謝大家 哈囉 大家好 Good morning 我是Jenny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 Telling my story Sharing my mother's memory 我是生長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我有四個哥哥 然後我是最小的 所以我就是掌上名字 很幸福 我爸爸其實沒有讀過什麼書 可是他的思想很好 他就把我大哥跟我去讀音學 所以講英語 No problem 然後老二 老三 老四去讀滑學 所以講滑語 也沒問題吧 而我媽媽很喜歡聽radio 所謂的廣東人講 燒音機 所以每個早上呢 他就拿著他燒音機去廚房 就放在那邊 然後他就去轉 哦 933 啊 972 現在有我的節目 他就轉 972 有你的感覺 真好 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是以前是雷歹索的 講故事的 這個是我家進去的 我爸爸的脾氣呢 他喜歡 所以一點東西他就 我媽的呢 就這邊聽 這邊就出 因為他選擇 用他的耐心 跟冷靜 去好好跟我爸爸相處 來維持這個婚姻 所以我覺得我是蠻幸福的 每一年清明呢 我會記得買一個radio 和一本passport 給我媽媽 這個是我對我媽媽的思念 謝謝 講到這裡 鼻子酸酸 好 哈囉 大家下午好 下午了嗎 下午了嗎 今天 我姓梁 林逸根 今天我要為你們講一小段的故事 希望你們會喜歡 是媽媽的手藝 我跟媽媽住在一起 小時候媽媽每天都 很認識的 煮飯 一兩道菜而已 每天都吃到膩 我不喜歡吃飯 只有過年 過節的時候 媽媽就煮了很多的食物 我很喜歡 很開心 有一種我最喜歡的 就是炒米粉 它的炒米粉很好吃 裡面有蝦肉 雞蛋 菜 蘿蔔 很香 我每次看它怎麼煮 偷偷的注意看它怎麼煮 我很愛吃這道 我不吃飯的 在我平時人生中 過年過節 或者朋友聚會的時候 有大日子 我都會炒米粉 請大家吃 朋友們都說 這個炒米粉很好吃 每個人吃吃吃 一下子就吃完了 說我炒米粉 真的很好吃 這就是我 學到媽媽的手藝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林美雲 我最期待的 和開心的是 我要過年的時候 我爸爸總會買一箱的 F&N的汽水 因為我最喜歡喝的 因為我 那時代很 平時我沒有得喝 要等到過年才有得喝 然後我就很開開心心的 高高興興的 一瓶一瓶的 抹乾那個瓶子 然後排在桌子上 然後就知道過年 新年要到的 然後感覺到新年越來越融 然後到現在呢 我也是 要過年也是買F&N的汽水 排上去 不過現在的是大瓶的 有橙色 有紅色 有青色 還有那種 就是那種 Cocacola那種 顏色拍上去 才有氣氛 謝謝大家 大家早上好 我叫蔡金青 今天我要講的一個故事呢 是說我媽媽她是個有生意頭腦的女強人 記得小時候我們住在美食街那邊 媽媽在美食街的拜託 買了兩個湯位喔 她們要做什麼呢 她也要買豆花和豆花水 那晚上九點開始喔 她就要蒸那個黃豆 蒸到半月三點 她們就要來磨 磨那個黃豆製造豆花水 做好了那就要煮啊 煮好了早上的拿去賣 那爸爸一個湯位 媽媽一個湯位 那媽媽就想說 每天都有這麼多的黃豆渣 浪費呀 丟掉太可惜了 媽媽就想一想 喔 腦筋一動 她說養豬 養豬 養豬 好 因為養豬 那麼可以吃那個黃豆渣 啊 養豬小豬小豬 潘嘟嘟 吃飽飽呀 睡乎乎 大豬 大豬長大了 越肥越有之前的喔 越重就賣的好價錢 媽媽又在想喔 賺的錢做什麼呢 啊 建房子呀 建房子 媽媽就說 哥哥 爸爸 媽媽還有大哥 就大家一起來買什麼 建築材料 好 那麼她就把那個木頭就 往地上這樣插下去 養豬就倒下去 木板就做 牆壁 屋頂就蓋好了 哇 一二三四 世界房子做好了 媽媽好高興 租出去吧 世界房子租出去了 有錢賺啦 所以朋友們你說 我媽媽是不是有個生意頭腦的女強人呢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李B 我要講的這個故事是媽媽的愛 下雨了 下雨了 又把我的回憶 回去同年 每逢下雨天 媽媽就會帶著 一把黃色的油紙傘 灰色的雨衣 還有雨帽 拖鞋在校門口等我們 帶我們回去 我媽媽並沒有讀書 但是她的手藝 廚藝都是一流的 我小時候到我成年的一步 都是我媽媽幫我做的 尤其是我做棒樑的時候 媽媽總是會把我打扮的美美 讓我在人情中是最出眾的 在我出嫁時 我媽媽也幫我縫製了八套的阿姆沙庫 做為我的家裝 婚後我有了孩子 我媽媽就叫我做那個白娜貝 我今天也是有帶來 請大家見賞一下 這是我媽媽教我的手藝 這是我媽媽教的 媽媽幫將她的手藝傳承給我 讓我可以知道 媽媽的心思有多麼的縝密 但是我的手工是沒有媽媽的細膩 我很粗糙的 這是媽媽的心 媽媽的愛 母愛是難以言盡 謝謝大家 來 大家好 我是醫院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我媽媽煮的糯米飯 我媽媽煮的糯米飯呢 就是復健款的 就是沒有香腸的 他的材料很多 就有香菇 花生 蝦米 小蔥 還有五花肉 準備功夫很多 因為要切 然後那個米要蒸 那個糯米要蒸 最少就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做東西很琐碎 所以我通常就會在旁邊幫他洗啊 切啊這樣 所以我就注意看 因為我很喜歡吃他的糯米飯 所以每次我走過那個小販中心 有賣糯米飯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我媽媽的糯米飯 他會用這個蒸鍋 是從JB訂做的 是Alvinium的蒸鍋 所以他裡面有兩層 下面放水 放一個一分錢的錢幣在裡面 所以水滾的時候他就會有聲音 他就知道有沒有水 如果沒有水的話 沒有聲音他就要加水 所以每次有親戚朋友的孩子 滿夜就會請我媽媽去煮這個糯米飯 他就會帶這個鍋去 每個人都講很好吃 所以我媽媽就回答 不是心補薄 是煮料糕 希望你們會聽這個是復健話 就是不是我厲害 就是那個料多 所以每次他煮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請我們的同事的回來家裡吃 所以我每次都注意看 看他是放什麼材料怎麼樣煮 所以我有學到沒有50%也是我會煮 所以這個就是我媽媽的糯米飯 謝謝大家 Thank you 各位早上好 我是楊艾斯 在1973年的時候 我丈夫收入不理想 經濟很困難 三個孩子很小 不得意我要出來工作 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就是清理房子的 那麼就是辛苦的工作了 因為養育孩子給他們讀書 後來一天一天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 就是一共做了二十四年 那麼後來我的作為的朋友說 你做這份工很辛苦 而且沒有工作金 又介紹我去做辦公室的工作 也是做了二十四年 我兩份工作一共做了四十八年 我今年是八十歲的 感謝神有給我健康的身體 所以我還在工作 所以我體會到現在做清潔的工作 也是很辛苦的 沒有不得意的 感謝主 我有今天 有健康 有跟大家在一起 我很高興 謝謝大家 大家早上好 我是譚敬賢 小時候我家是開雜貨店的 到了讀中學 讀完中學的 我就去做學徒 做洋服的學徒 在紅燈碼頭那邊 一個月的工資才十塊錢 這樣做了兩年 就畢業了 就才四十塊錢 這樣我就出 沒有在公司做了 我就在家裡 借洋服店的褲子來車 就一條褲子是兩塊半 這樣做了 就在家裡車 就要結婚了 我也是在家裡車褲子 就照顧孩子跟做洋服 就做了三十八年的洋服 就沒落了 兩千年的時候洋服就沒落了 很多百貨公司 好像OG啊美羅就賣那個褲子才十多塊 我們那個洋服店的收費是一條褲子是三四十塊 就那時候已經孩子已經讀中學了 我就不車洋服了 我就出來做工 做快餐店做工 在快餐店做工 一天一個小時的工資才三塊半 這是我的毅力了 做了二十年 現在的工資一個小時是九塊錢 這樣我現在還在做 雖然是很平淡的生活 這是我的毅力了 我的毅力 我的生命的里程 謝謝大家 大家早上好 我叫謝葉禪 聽過了這麼多有趣很感人的故事 我現在要講的不是我的故事 我要講兩個故事 兩隻羊的故事 好 第一個故事 東山有一隻羊 羊下山 羊過橋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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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吃草 回家 西山有一隻羊 羊下山 羊過橋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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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吃草 回家 有一天 兩隻羊 一起下山 一起過橋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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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吃草 回家 西山一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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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想一想 我靠这边走 那我靠那边走 两只羊 互相 离让 顺顺利利地过了桥 那只羊 真的很有礼貌 那只羊 脾气很好 那么你们说 你们要做哪一种羊 华人 华人就是很注重礼 礼貌 礼节 礼藏 我们的做人就是要有礼貌 有礼貌就是对人有尊重 古语说得好 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谢谢 好 听了他们的故事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感触 好 现在我们 我看我们没有时间 我其实是想请你们 可能有有有被感动的分享一点点 也许过后你们可以跟他们讲讲 好 那现在他们要呈现 呃 一个特别的游戏 叫做成语 猜猜猜猜 你们观众就是要猜成语 好 请第一组出来 他们都预备好了 然后我们是这样 他们表演 整个 整个表演表演完了 那你们才猜好不好 好 来站到中间这里 你过来一点点 妹妹 啊 可以 好 来洗啊 你们口罩拿下来 四个字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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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字 好 请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呢 成语 手 哇 你们好厉害 好 第二组 你过去一点 过去一点 呀 好 成语的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畏 第三 第四 这个很活泼的兔子 好 我相信你们知道了 是什么成员呢 哇 很好 还有第三组 哇 做得很好 第一个啊 第一个就是 第二个 第三个 请问成语是什么呢 这个游戏是我们 我们在课程上是 他们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 那真的很特别 我们的这个成语 华人的这个成语 真的这个四个字带很多意思 好 我现在是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课程 其实他们上了12堂课 我的课程是以人为本的课程设置的 然后第一到第三堂课呢 他们是彼此认识 然后听听故事 自学故事 然后玩游戏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所以你刚才看到他们能够站在这里 很有信心的跟你们讲话 讲他们的人生的故事 第一课的时候还不能做到 第一课每个人都说不行不行不行 好 所以他们玩游戏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然后第四堂课就参观了新加坡 华族文化中心 那他们是很高兴到这个中心 看到让他们回忆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情形 然后还他们很喜欢另外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那个食物的那一部分 所以难怪他们的故事里面 有几个都是讲的他们那些食物 家常他们家肴 第五到第九堂课呢 就是从中心回来 我们就谈谈从那里有什么感触 就谈谈他们的人生的故事 就是说出你的故事 讲讲你的回忆 他们也学习一些讲故事技巧 他们也听了一些民间故事 就如刚才有其中一位提到 于公于山的故事 真的是讲到毅力 所以这个我们的年长 都是经过那种情形 真的是靠毅力来生存的 然后第十到十一课 那时候就是熟能生巧了 因为选了他们要讲的故事 就是要练习怎么样的讲得清楚 还有讲的亮声音要亮 那就那时候就有Abi老师来一起 跟我一起来带他们 所以就慢慢的来到我们十二堂课 今天的毕业典礼 那我想请几位 请其中一位我们的同学来分享他的感想 对于整个课程 我请他来代表我们全班同学 然后也请过后会请Christine 就是中心的manager 管理员来分享一下 我要在这里呢 一方面是代表大家同学们 向瑞燕老师说谢谢 熟能生巧这四个人 的确是从老师那边 从不懂 不会 不知道 问号问号 问号很多很多 今天终于明白了 而且刚才你们有看到 有些Auntie 我没笑 我没笑 我不敢 我不敢 来到这边 很好了吧 把故事讲完了呀 对不对呀 真的是要谢谢 三位老师 还有秋荣 还有Jerong 还有Abi老师 哇Abi老师功劳很大 为什么呢 他就是叫我们讲话要发声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话那么大声 后面最后一个听得到我声音吗 对啦 就是Abi老师的教导 谢谢 谢谢 啊 你好 有刚才老师讲的 那些十二个课程 那我就讲一下那个 感想在那个文化中心那边 有一句 那个 有一个马来语跟附近语唱在一起的什么 你们猜哦 马刚马莫聚唱好 OK 马里马也 任陶陶 信户酒黄 宣马戟 OK 何妨三马赤同潮 你们中心的人应该知道的 我是从那边 我是从那边拍过来的 可以解释吗 可以解释吗 OK 那这个也是从小时候 什么马赤纳西啊 我们就是马来干坡啊 有朋友就知道啦 马赤纳西 还有什么 要写客教化了 福建化 马来语这些全部 都是我们新加坡 很多什么 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对了 可是在华族文化中心 我们学到的东西是 小时候的传统 到现在 真的是 时代也变化啦 从短的东西是 卷化啦 不过呢 我们的新时代 有新时代要学习东西 所以呢 以后我们还是希望 瑞宜老师再教导我们 另外第二层 我们的路程交给你 谢谢 谢谢 等一下 等一下杰荣 Kristin 等一下你 Thank you OK好 大家早上好 平安 哇 我看到他们全部都没有看稿的 我就有一点紧张 昨天 瑞宴就 text我说 你也分享一下嘛 我就说OK好 然后我想哇 有一点 challenging because我预备的话 一定是英文的啦 可是我就想 我一定要用华文来呈现 来分享 不然我的乐灵朋友们 他们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容 我会 champo champo 有English Singlish 可能Dialect 都会出来啦 然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那么 还有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for organizing this program for our seniors 然后当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个课程的时候 就是我的同事李琴 然后他就跟我讲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说 哇 这课程这么好 当然要参与啦 可是附带条件 我要三个中心一起 然后要20位乐灵 然后我就听到哇12堂课 就是说大概三个月嘛 这样我的乐灵一定会被吓跑的 然后要分享了 要站出来讲故事 然后他们听到说 不要啦 不要啦 我不要啦 而且12堂课你知道乐灵 他们都有很多medical appointment 等一下要看中医 有些要顾孙 我就想 等一下我不可以来怎么办 对吗 所以就想 哇 a bit challenging 我要怎么样的去说服他们 鼓励他们来参加 然后还要make sure 他们上完这12堂课 然后我就一直的鼓励他们 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 今天站在这里 看到他们这样子的 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I'm very proud of them yeah really 掌声鼓励 真的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今天就让我看到了 他们怎么样的去克服 他们站出来分享啊 演讲的这个惧怕 然后也建立了他们的信心 也坚持到底上完这12堂课 对不对 然后不管是年少的 或者是乐灵们 我觉得这个故事 就是把我们拉在一起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每个人的人生一定会有一些回忆啊 然后故事啊 然后我记得金贤 刚才就讲 哎呀我的人生很boring啦 没有什么interesting的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可是当他真的是去回想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回忆 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 也是很重要 因为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嘛 对不对 然后塞琼也是 他那时候也是起初就想 哎呀我不知道要share什么story 我好像没有东西要讲 可是想起想起 就想到那个很感人的 那个顾客 特别的顾客 以前他的那个童年的时候 他就记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very touching a story of love and respect 就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记得 玉燕还有金华 they are english speaking so当我跟他们讲说 哎你们来参加这个program 然后他们讲 哎这个是讲华语的 我说是啊 不过英语也可以啦 老师说可以的 只要你听得懂 你会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们说 你来参加 你来参加 所以可是 当他们在那个主 跟他们组员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分享的时候 你看他们的那个华人的那个DNA 就很自然的 本来是用英语的 然后就变成了华语 然后就这样子 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所以真的是很感人 然后他们也有 之前有分享到说 OK这个课程 把他们带到一起啦 就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因为有时候来中心 就是看到each other hi and bye 这样子 然后这三个月以来 就是真的把他们的那个友情 就更深入一层啦 然后我也记得说 月禅啊 秀凤也有讲到说 这个program就真的也是有很像 真的让他们动动脑筋 因为他们在讲故事 跟听别人讲故事的时候 真的要很专注的 然后刚才老师有分享到 说要用心的去听 对不对 也要用耐心 然后我就记得义根 我们认识义根的人 都知道义根有点即兴嘛 义根都是很spontaneous 很candid的 他每次表达的时候 他的动作啊 这些都给我们带来很多 那个欢乐 还有笑声 然后我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有发现到 义根真的有用耐心的去听 他的主缘分享 所以真的是 哇很多很多story啦 不过我知道 因为时间的关系 美美美云 哇也是很cute的一对啦 我每次打电话给美美 美美 星期五啊 十点啊 记得啊 讲故事啊 我听到美美的声音 我就很开心了 她很enthusiastic 哇 真的就是说 很期待 很期待的 每个星期五要来上课 就想 哎呀 这个星期五不知道 瑞燕老师 要教我们什么啦 然后她的那个破冰游戏 都很好玩 对不对 很有趣 然后我每次找到美美 我就不用打给美云了 我找到美云 我就不用打给美美 说你帮我跟她讲 记得啊 然后在这个课程 我们也知道 他们两个背后 有一个很深厚的感情 感情背后也是有故事的 如果没有这个课程 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她们两个是这么的close 对 然后就 OK 让我看啊 长话短说 然后还有 爱智 跟Auntie Lim 爱智也是每次 因为她早上有上班 她每次就赶快赶快 把她的工作做完 然后赶过来 上课 然后她就不会 miss out so much 每次 爱智会讲 哇 对不对 你们听得懂 然后Auntie Lim 其实她每个 每个一个星期五 都是要去看中医的 她本来是很希望 可以参与这个课程 然后我就 起初了 我就说 12堂 你miss掉6个 好像不可以 然后就 因为她每次上完中医 她就会进来中心 就会跟我讲说 他可不可以进来旁听 然后就他的那个 好学 也感动到 我们的瑞燕老师就说 好啊给他参与 对不对 然后今天其实Auntie Lim也是特地 把他的那个中医的appointment给 cancel掉 就是为了要来这里 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真的真的 然后在凤豪的那一组 我也看到凤豪跟宝英 他们就用他们的creativity 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的那个 roommate就是来洗 就是帮来洗 就是鼓励他 还有怎么样的去引导他 把他的故事带出来 因为我们的来洗姐妹 他就好像说 他比较需要多一点鼓励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方式 来呈现他的故事 其实他的生命当中 是有很多故事的 可是我们需要帮他把这个故事带出来 所以真的谢谢凤豪和宝英 好所以大家都做得很好 很棒很棒 所以希望今天这个节目 这个课程结束后 不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也给你们的这个生命 这生的活的故事当中 也增添多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瑞燕老师 还有谢谢AV老师 课程少不了志愿者 真的他们很重要 所以我请杰荣过来分享一点 杰荣拿下口罩 大家好 我从第一堂跟到最后一堂 在我看到很多热灵能士 从他们的不自信到自信 感动到我 特别是美美跟美云之间 十多年的感情 她把美美把美云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说我听到这些 我真的是很感动 还有来喜跟凤豪他们 这种在这个神的家庭中的 那种感恩的情形 我觉得我很感动 这份情我不会忘 谢谢大家 好 现在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请新加坡华书文化馆 Mr.李毅文 对不起啊 有时候忘了 太多东西了 他是Program Director Vincent Assistant Program Director 来颁发你们的证书 好不好 Do you need this? Do you want to OK Do it for you 所以 they can announce the name OK 好 谢谢 Do you want to stand but I'll wait in th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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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首先我们先来欢迎蔡金 清 蔡金清 恭喜 恭喜 谢谢 来我站中间一点拍照 谢谢你们 对 谢谢 谢谢 好 好 还有下一个特别 好 温宝英 宝英 宝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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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跟今天 希望我们有再上一个 再上一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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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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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绍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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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美 林美美 谢谢 林美美 恭喜 好 来 请站中间一起合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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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碧玉 thank you 恭喜DVG,在這邊,我們一起在唱。 謝謝,林靜音,靜音。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你。 林來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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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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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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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恭喜 謝謝 謝謝 今天又看到你 對啊又看到你 黃玉燕 黃玉燕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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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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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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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 嗯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 謝悅禪 哦 Sorry 可以回來再拍堆一次嗎 哈哈 Sorry 來這個給我 再拍堆一次 再拍堆一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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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站这边 谢谢 谢谢你 陈月钦 没有来 没事 邓赛琼 谢谢 韩经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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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五年吗 谢谢 杨爱智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你们 你好 恭喜 恭喜 有 大好 我们一起合照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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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点 我发现给他 OK Do you want to say anything? No right? OK OK 谢谢 谢谢 黎文先生 然后 我们现在请 徐 傅 顺 牧师 他想分享一点 好 好 首先呢 刚才我在下面听着大家在讲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第二呢 其实今天的这个节夜里真的是来的很及时 因为这个中心 这个中心我们取名叫和乐园 因为我们在Hivelock Road 另外呢 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和乐园呢 有两个原因 我们希望这个中心呢是大家能够合一能够凝聚在一起 能够大家来共同建立这个社区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呢 我看到就是我们有各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士 一起来合一来建立我们的这个社区 建立我们老人家的生命 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同时呢 和乐园呢 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希望这个真的是一个欢乐的原地 第二 这是一个学习的原地 第三 这是一个肯定彼此的一个原地 所以呢 真的很谢谢大家 所以明天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心 经过三年 我们在疫情当中接手这个中心的开幕里 所以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里呢 真是让我很感恩 所以明天呢 杨立明部长他会立临来为这个中心来开幕 我想让他能够知道说 大家这个中心能够建立 能够彼此的帮助 彼此有扶持 我相信他也会非常的感恩 谢谢大家 好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圆满结束 可是我们不能少过拍照 好吧我们就这样的坐着 How are you? Do you want to take like this? 我们后面的同学好不好? Maybe Samuel Rev. Cook可以移走 Close Close it Close the gap is it? Can I move this? I take care of it You move your camera You don't need your mic anymore I don't need You can take it off Where's the other mic? Okay Can we close the gap? Is that okay? Is that alright? I do need